作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预警的一环 ANTPY2雷达能对核大国的战略导弹 具有潜在的实时亏损风险 监视敌方发射的战略导弹 并向北美总部提供早期数据 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的系统来说 它在整个全球的导弹防御系统 它的指挥控制系统是一体的 你可以理解同学们 它的指挥控制系统是一体的 然后各个系统可以插入到这个系统里头来 而且美国现在也已经成功地做过类似的实验 就是一个系统的拦截弹 基于另外一个系统的传感器的数据来发射 然后最后来拦截 这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长期研究核战略的吴日强指出 萨德若寒对中国内陆洲际导弹有所影响 虽然因距离远 萨德的雷达看不到弹头 但却可以观测导弹发射主动段发动机工作的过程 最关键的来说 就是当二级发动机还带着弹头在工作的时候 它是看得到的 而且当二级发动机关机把弹头刚刚释发出来的时候 弹头跟二级发动机它的轨迹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了二级发动机也就相当于看到了弹头 这样的话实际上给美国导弹防御系统 就是可以让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更早地看到目标 更早地缺点目标的轨迹 然后可以让它更早地发射垃圾弹 这个更早的发现大概能找多少 现在能知道吗 这个美国的学者有过小细子计算 应该是在100到200亿秒这个量级上 这个范围是很重要的